詩緣魚菜貢村農場 大家好,我是師緣魚菜貢村農場 的場主負責人羅條園 同時我們也是有開圓圓日式刷刷過 當初會來經營友山農法的一個農場 主要是因為食安問題 還有經歷過莫拉克風災 才讓我的餐廳受損得非常嚴重 所以我們知道地球暖化 還有糧食危機、食安問題 這些問題是大家消費者 都非常關注的一個議題 跟非常重視的一個問題存在 那我們就直接面對問題 來解決問題 然後成立一個友善農法的一個農場 所以我們用友善環境的一個方式 採用魚菜貢村跟飲菜貢村 還有友善動物的一個尊重動物福利的方式 來養殖我們的蛋雞 讓我們的蛋雞呢 在我們三四分地的農地果園裡面 讓它自由奔跑 然後產生的健康的雞蛋 再給我們的消費者來使用 那我們用生產的蔬菜呢 是用魚菜貢村還有飲菜貢村的農法 用友善的農法來生產 直接到我們的餐廳 降低食物的探里程 也同時讓我們的企業形象 整個都能稍微的提升 那我們是希望說透過在地的一個發展呢 把我們的一個友善農法的一個經驗 在我們的鄉村裡面一直推廣出去 所以我們在大林社區這一邊 也有跟我們的農場的一些食材 供給到我們的大林社區 讓我們的樂林共餐的長輩們食用以外 讓他們知道這種友善農法 還有尊重動物福利的一種施作方法 他所產生的一些蔬菜跟吃的安心的一種方法 之後呢再讓他們透過友善的種子 然後所以我們把我們的飲菜貢村 跟魚菜貢村的技術 也帶到我們的社區裡面 讓我們的長者、長輩們、阿公、阿嬤他們 平常有空就能在我們社區的農地上 還是空間上就可以運用這樣子的一個友善農法 讓自己來種植然後養植這樣子 同時他們的食材就可以自給自足 讓他們生活得更開心更快樂